一座一座華麗水燈陸續進場 外海上停車場四周擠滿人潮 全都在等待這一刻 輪值族府的黃信中清會水燈頭 在中長們合力協助下陸續推入大海 水燈頭燃起熊熊火焰越飄越遠 火勢燒得越旺代表中清會會更旺 看到水燈頭越燒越旺眾人好開心 各中清會水燈陸續推入海中 伴隨著現場施放煙火 讓旺海上夜空光彩奪目 今年我們的放水燈的採接遊行 非常的順利 所以在10點左右 所有的水燈頭都已經聚集在旺海上這邊 我們預計今天應該是會準時 來進行水燈的一個施放 今天的海上也非常的好 風平浪靜 所以應該是水燈可以把它放得很遠 也代表的今年的運勢會非常的好 我們的國運還有我們所有中清中長都會非常的平順 前兩年因為疫情去年不開放民眾參與 今年來現場人潮幾乎把旺海巷給擠爆 大批的攝影愛好者在岸上加起一整排腳架 有人從中午就來卡位 希望能夠記錄下最美麗的一瞬間 今年特別多人 怎麼說特別多人 就是我剛剛在那邊拍那個水燈遊行 那就是隊伍很多人也很多 今天來等那個萬海巷放水燈的攝影愛好者也很多 是啊 希望年多嗎 多很多 我都卡到外面 你們都站在馬路上來了 幾點就來等了 我是剛剛從那邊過來 他們應該很早 早上聽說就已經 中午就卡滿了 中午就卡滿了 對 去年沒有來勒 謝謝 也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對對 是的 所以你剛剛看到有沒有挑到好的位置 隨便拍 隨便拍 沒有說特定調位置 水燈施放最怕遇到天候因素 尤其是外圍環流影響 每年放水燈 金融市消防局和救難大隊 動員超過50人 在岸邊及水域進行介護 四個人一組協助中清會施放水燈 今年我們這次往海向整個執行勤務的任務活動 那目前來看我們整個風浪是很平靜 所以對我們執行上面是有比較安全 那我們這次我們整個任務裡面 包括我們疫銷我們的同仁 還有我們警校同仁 還有來協助救難協會 他們也有出動30位的同仁 一起來進行這一次的 那個往海向的活動 那我想我們這一次的活動 希望能夠平安 把今年的中原步度 中原這一次的一個動物把它完成 每年在放我們都很怕天氣不好或是風浪很大 如果有外圍環流或是颱風的影響的話 那就真的非常危險 像我們很多弟兄 他有時候腿會被燈撞到 不然就是燈倒下 有可能會被燙傷 所以難度真的是非常有 可是我們紀龍市救難協會 因為這些隊員弟兄已經放了十多年了 對於這一塊的經驗都非常有 所以各中心會都很相信 我們可以把他們的水燈頭 平安的送到外海 就看當天的水流血流狀況 如果說像今天這樣子 現在是大概快滿潮了 水位比較高 水位比較高 因為到時候這邊真的要花 真的開始要放水燈的時候 我們這邊會全部 全部所有人 我們裡面有分了好幾組 都有工作上面都有分門別人 把它查到 路面上還是有人在記錄 雖然疫情趨緩 但釋放水燈活動依舊不失傳統 也希望在這艱困的時刻 為人們提供慰藉 為台灣祈福 記者黃燒民 基隆報導